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大家好 我是陈清风 最近由三年书店帮我出了一本书 书名叫做《香港百年风月变迁》 当你们听到这个书名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好奇 我是想通过一些掌故和结合香港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 去营造这本书的情节 我这本书有一个特色就是 我分上篇和下篇两部分 上篇部分主要通过历史和掌故的特质描写 就是介绍给读者 下篇呢 我就是一个以小说形式去表达 我很榮幸你 就是我写这个下篇的时候 得到香港有名的策画家董培申卿 帮我做策画的 他的策画呢 就看到这本书的内容 就增加了很多可观的地方 我还记得呢 当时写的时候 我是每篇 写了就传过去给董卿人 他就很认真地 去看了那个内容 然后才去刷画 所以今天呢 我们再回看他的画呢 就觉得 将那个内容和画的画意呢 记得非常之好的 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这件事呢 是有一个原因的 原因是 当时我们在报纸里写连载小说 虽然有很多策图 但是很多策画的策图呢 是比较随便的 由作者去说一句话 又由策画家呢 就憑自己的想象来写策画 那出来的效果呢 是不是那么好的 但是我这本书里面的策画呢 就有一个不可取的地方就是 是很认真地去结合了那个内容 甚至乎结合了这本书 情节里面的历史背景 历史人物的造型 都融会下去 所以我自己呢 个人就很好欣赏的 我说香港百年风月变迁 大家都很知道的一件事 我这公司是有很大部分 很主判的就是说唐西风月 但是香港的风月变迁呢 就不单止是唐西了 延续下去呢 一直都有很多变化 我要强调一点呢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呢 我是希望从社会 和民族性的角度 你千万不要当它是色情书体 它没有一种 所谓色情的成分都好的 所谓风月呢 也都不是一定要在色情两字上去着眼的 其实有很多社会背景 比如我们说风花雪月 我希望做到既有历史掌固的价值 也有我们阅读的时候一种趣味